猫眼睛有眼屎怎么回事 杨炳宗国家注册职业寿医师 猫咪眼睛有少量的分泌物 眼屎是正常的 如果猫咪出现大量的眼屎 作为猫咪主人来说 你就一定要察觉到 可能你的猫咪出现了一些问题 猫是一个很爱干净的动物 它每天吃饱了 睡好了 它会花很长的时间来清理自己的毛发 它自己会洗脸 它会舔爪子 舔完爪子之后 用爪子来秤自己的面部 来清理面部 所以少量的眼屎是正常的 如果出现一些大量的眼屎 或者一些浓心的眼屎 这个肯定是要及时到宠物医院去就诊 去检查 猫咪眼睛有少量的分泌物 眼屎是正常的 如果猫咪出现大量的眼屎 作为猫咪主人来说 你就一定要察觉到 可能你的猫咪出现了一些问题 应及时到宠物医院就诊检查 遵守啊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